然後他怎麼走 十月一號 他又進入了蘇拉威的西海 然後編隊有多大 你看到帶刀護衛都來了 六艘艦艇 包括055 052D 901綜合艦等等 有沒有 總共六艘 通過了塔克勞群島 還有棉蘭老撾的水道 進入了蘇拉威的西海 然後再進入南海 然後呢 可能會進入印度洋 是嗎 那印度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所以一個福建艦 一個這個遼寧艦 都給大家帶來一些 新的想像空間 請這個張將軍講一下 福建艦還有遼寧艦 對 福建艦的話 它是很有代表性的 是第一艘電磁彈射 也是直流電電磁彈射 所以在這一方面 大家都看它的這個進度 那進度的話 今天它將來要 變成全戰備的時候 你這些所有的這些艦載機 包含殲-15B 包含殲-35 你都要做一個代表性 就這一架要上去做測試 這個測試包含空井600 你做測試完畢之後 相關的參數 相關的數據 都要作為它寫 我們講的寫了它的飛行叫犯的參考 因為這要給其他的飛行員 因為這是一個代表的飛行 成熟的飛行員去落艦 落艦完畢之後 整個的加速的狀況 你從電磁彈的整個加速的狀況 重量狀況 你的重量現在是整個是陽春機 沒有掛武器 然後如果有掛武器重量加重了 這個加速的狀況是多少 你如果是掛的是 整個的是算一半半載 炸的是全載重 那個加速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離開這個艦載 我們叫離艦的速度是多少 這個都要算出來的 然後這個時候 它的航艦的速度是多少 相對風的速度是多少 航艦速度是多少 飛機的速度是多少 都要算出來 這很謹慎的 因為你稍微有一個不剩 參數收集艦字沒有完整的話 你怎麼樣去訓練新手 因為新手他只是在滑跳起飛的 現在通通都準備要進入電磁彈射了 完全不一樣 滑跳是完全是靠自己飛機的動力起飛 你看到這個軍迷 因為軍迷實在太關注了 所以他公布了很多畫面 軍迷真的是拿尺去量 你怎麼看殲35比殲15大 那如果是我 我認為很好看 如果是殲15B 它是垂直尾翼 你垂直尾翼就是殲速 但是那個殲35 它是外交叉唯一 因為為了 我們講為了雷達波的折射 它是我們一看 它外交叉 外交叉就是殲35很清楚 那如果是垂直的 它沒有必要做逆中設計 那就直接垂直 因為垂直這一方面是比較靈活 所以它是因為外交叉 所以量起來比較寬是不是 沒有 外交叉 外交叉的狀況之下 把雷達波折射掉了 那這樣的話在這些 都普特雷達波 對他搜索的時候 就可以隱身了 沒有了 它是逆中了 隱身了 那今天殲15它沒有變 因為它不是逆中 那直接就是垂直 垂直的這個垂直尾翼的動作靈活 你如果是變成外交叉 動作你要犧牲靈活的動作 但是問題是 它犧牲的部分的靈活的動作 但是雷達波都折射掉了 讓雷達波讓它這個 杜普特雷達或者是 相偉真雷達找不到它 你看 張昌君很專業 那你如果是要去探飛機的尺寸 當然你要去量 它的我們講的機身的長度 它益展的長度 這很清楚 你要去量 這也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比較得出來 因為都是雙發動機 然後外型的相似度 有當近80% 所以它你看到 它所有的機型全部都上去了 然後也已經確認進行過彈射了 它的這個海市的速度 真的是超快的 飛快 對 那是這樣子的話 每一個機型都做驗證 驗證完畢之後 以後每一架飛機都可以上去了 只要是裝了那個電子彈射的 它的一個T型的 T型的彈射的 彈射的掛鉤 那就可以了 這麼多機型當中 彈射來講 哪一個是風險比較高 空情600嗎 我認為風險比較高的是空情600 比較重的吧 對 空情600比較重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比較大型 它翅膀又寬 翼展大 那翼展大 航空母艦的甲板就是那麼 當然他們平常收純的時候 都是折疊的 你看它都可以折疊出來 然後真的要起那個 整個全翼展展開 那個包含殲15 包含殲3都是折疊的翅膀 但是它問題要大 它重 它重的話狀況下 畢竟在這個 受風的影響比較大 比較高 那戰鬥機的話 受風的影響比較低 那風險就相對比較小 你要這樣來看 那每一個 你看為什麼每一個派一個 做個代表性嘛 然後子晨機也做子晨機代表 但是子晨機它不要電子彈射 但是我也要有個代表的 所以各個的 殲15 殲35 空情600 全部都是做一個代表 除了福建艦之外 那遼寧艦呢 遼寧艦這個陣仗真的是特大 對不對 所以代表護衛全部都出動 你怎麼看 一個飛河兵 一個印度 我認為它這個遼寧艦 它是以戰代訓 你今天竟然要訓練 你就出去訓練 順便也去做巡役 那我順便訓練飛行員 因為遼寧艦它專門訓練 航母的飛行員 那剛好就出去 你就順便出去 做一些軍事上的展示 軍力的展示 國威的展示 戰略打擊力量的展示 竟然要訓練就出去訓練 你不要在這個東海訓練 也不要在渤海裡面訓練 就直接出去訓練 那你這樣的話 作戰跟訓練戰訓合一 你是不是一舉數得 對 所以這五天當中 一口氣200架次的彈射 對 總共210架次 對 起降 對 起降 這表示它的高能量 它一起飛回收 然後你看它這個因為沒有助推的電子彈射 那全部靠自己 然後自己的話它放飛 訓練完畢之後落箭 那放飛完畢之後落箭 架式慢慢算出來 然後落箭完畢之後 每一個人 每一個飛行員 它規定的落箭的次數 飛行的時間都有規定的 然後它不是只是落箭跟起落 我們只是看它起落 因為你在艦上是看的 它到空中去做演練 攻防演練 那是攻防演練我們看不到 對 那走這個路線一路南下 有可能會進入印度洋嗎 這意味著什麼這條路線 那我認為它走到旺家席跟龍牧海峽 那就是往印度洋去 因為要越走越遠 那最後這也是做試探 那它這樣的話 這個幾個航線 以後A航線 B航線 C航線 就是甲乙丙丁航線都會出來 將來什麼狀況下 誰走哪裡 然後哪裡 這個海域的寬度 深度 怎麼樣它排正式 因為它是一個航母打擊群 旁邊又有這個飛彈的 這個萬噸大區 又有飛彈護衛艦 飛彈虛方艦 還有它就加澳整補 整個的航線就順便就做這些 做這些演練 做這些測試 然後到哪裡去 將來就會熟門熟路 這個只是我們講遼寧艦 那將來山東也可以走 因為遼寧就走過了 今天它可以畫這些圖 走過熟門熟路了 下次山東艦走哪裡 有遼寧號可以做參考 因為航母當然是國之重器 不過在大陸這個十一建政 我們看到好多事情 對不對 海警 大陸海警 第一次跑到了北冰洋去打卡 這個山東艦 這個遼寧艦出動 然後另外這個中國大陸的 股市樓市這個噴發 然後另外還有撤僑等等 都是在十一國慶的前後期間 我覺得它有相當大的意涵存在 在十一國慶尼海警 過去騎時 全部都在先上 都在是兩國慶尼海的 不 melon 我是佐的 但是 地球 很多人都在 在這輪面 都在這裏